教会 Jim 说明是多个问题的 讨论平等权 平等在很多的领域 都會有出現他的相關的爭議 我們上一週就先從參政權領域的編政權爭議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已經跟大家介紹過290號解釋的遊俠案 就是說以學經歷來作為參選與否的差別大約標準 這個被法官認為這個是核心 不過嚴格來講如果依照目前的一個大家對於平等的一個看法 那麼這一個290號解釋應該他的結論應該現在會改變 應該就是說這個是沒限的 我們不能夠以候選人到底他到底是大學畢業 大中畢業 高中畢業 國中畢業來決定說 這個人他到底有沒有擔任年異代表資格 特別是說有沒有擔任哪一種成績的年異代表資格 這個真的是一個沒有正當理由的一個差別大律 所以依照目前的一個標準 這種法律的這種差別大約應該是危險的 那我們現在的選舉罷免法也已經把這個 以學經歷作為參選與否的這個差別大約標準 都已經把它拿掉了 所以現在沒有這個問題 然後呢我們又跟大家介紹340號解釋 那麼這個就涉及到你如果要參加這個應該是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的一個選舉 那麼他的法律的規定 如果是獨立的候選人 就是沒有黨籍 沒有政黨推薦 那麼你要繳納逐額的保證紀錄 那如果有政黨推薦呢 那麼就繳納半數的這一個保證金就夠了 那麼這一個獨立的這種無黨籍的參選人 他就認為說這是一個不公平的一個差別大約 那麼大官最後呢在340號也認為 這的確是一個不公平的差別大約 那麼就宣告他違憲 那麼主要的就是說 立法者之所以規定呢 無黨籍的參選人 之所以要繳納比較多的保證金 意思就是他並不鼓勵有無黨籍的候選人 那麼他之所以不鼓勵呢 最主要就是擔心 到時候會造成那個國會的小黨林立 那麼以至於沒有辦法形成一個穩定的多數 所以他的立法是希望說鼓勵大家 你加入政黨以政黨的推薦來這個參選 他認為說這樣的話就比較能夠在國會呢 大致上都會成為由組成一些黨團 那麼這個時候呢 來這一個行政國會的多數的意見呢 立法者當時認為這樣是比較容易 所以有助於政局的穩定 所以才有這種設計 那麼大致上都在340號解釋呢 就宣告他違憲最主要就是說 他的這個理由固然是很好 這麼說這個要能夠維持政治的安定 形成國會的多數 那麼這個固然是一個合憲的目的 可是他竟然上次認為說這個手段 其實對於那個目的達成是反而是有害的 因為根據我們目前的這個人民團理法 那麼你要組成一個政黨實在是太容易了 你只要去報備 你有一個黨章、黨綱 那麼這個發起的是誰 你如果去報備的話到內政部 那麼他就會 只要報備你就成立一個政黨 所以台灣目前已經有250個左右 這個以前我們有跟大家秀給大家看 我們有那麼多的一個政黨 所以說呢 如果政黨的成立是報備制是那麼的容易 那麼各位先想看 如果我們的法律制規定 有政黨推薦就只要講到比較少的保證金 而沒有政黨推薦就要講到比較多的保證金 那麼很多候選人他就一窩蜂的 我就去組成一個政黨 那只要報備就可以了 所以反而這種規定 反而是促使這些候選人 大家就趕緊的去成立一個政黨 結果反而會變成小黨聯力 所以跟那個立法者想要形成 國會多數的這個目的 反而更好是背道而馳 所以這個就是說他的手段 也就是說他要做這種差別大意的採取手段 跟目的是達成這兩者之間的一個關係 這根本可以說並不是一個密切的檢查 那麼甚至也可以說並沒有一個實質的一個觀念 好 我們剛剛談的都是涉及的就是候選人 就是說你要參選 所以這個是一個被選舉權的一個差別單位 然後我們現在再接著就是在討論一個第三個 涉及到參政的一個被選舉權的差別單位 那麼這一個案子呢 這個案子是申請人 那個是以前建宗的女老師 你看有名的作家 實際前往可以稱為 實際前往各位看這一 他也是很有名的一個有寫小說 我想是建宗的郭文老師 那麼他要參選第九任總統副總統 那麼根據我們的總統副總統的選舉罷免法 那麼他的這個要求是蠻嚴苛的 那麼各位看一下這個法律的規定 也就是說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必須在法定期間內 我來找那個條文房找錯了 各位看一下 就是選罷法它是規定 以連署的方式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 應該在選舉公告發布後五日內 向中選會申請登記為連署人 並且要申請連署人的名冊得市 還要繳交連署的保證金一百萬人 那麼這個連署呢 門檻也非常的高 他說連署的人數 各位你們就看這個指標這裡提到 他要在期間內呢 連署人數要達到最近一次 中央名義代表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之1.5以上 那麼才能夠完成這個連署 這個數目其實是蠻高的 那麼我只是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你要參選這個總統就有兩個途徑 一個就是由政黨推薦 你是國民黨推薦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或是民進黨推薦的 或是親民黨推薦的 那麼你如果不是政黨推薦的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話 那麼他的總統副總統的選舉罷面 它是規定的 那你就要獲得一定人數的連署的支持 你才能夠有候選的這個資格 那麼他的一定人數的那個支持 其實是他雖然法律的規定 他只是說要達到最近一次 中央名義代表選舉人總數百分之1.5 所以他會上的支持 實際上那人數是非常高的 這個五十萬以上 大概是上五十萬以上起票 那麼就像這一次的總統副總統的選舉 結果是蔡英文當選 那麼在當個選舉的時候 其實除了朱立倫還有蔡英文外 其實當時失眠者他也是要參選 可是失眠者他已經是沒有任何這一個政黨的支持 所以他是要獨立參選 那麼他獨立參選 他就必須要到各地要去徵求連署 要有選民能夠支持他 那結果他農曆一陣子 後來他各位你們如果有看報紙 他就招待記者招待會說他失敗 他沒有能力在這一定的期間內 去取得這個足夠的連署人的支持 所以他就上市的這個參選資格 那麼這個規定呢 記者就是在早期 就是司機簽 司機簽他也是要以獨立的參選人 他就要參選人的身份來參選 那他發現這個也是很困難 那鄧哥就認為說 為什麼這是一個歧視啊 那麼各位想想看 我們剛剛有讓大家看了這個國會議員的選舉 那麼他是在有政黨推薦跟沒有政黨推薦 這裡做差別大運 那這種差別大運被大法官宣告這是違憲人 所以司機簽他應該是看了340號解釋 所以他受到服務 所以他就去申請解釋 那麼他認為為什麼有政黨推薦的總統 副總統的這個參選人 那麼就沒有被要求要有一定的 嚴肅的人數的這個限制 可是你如果是獨立的 無黨的參選人 那麼你就必須要去辛苦的 找到那麼多人來嚴肅 所以他認為說這個是不公平的差別大運 可是各位發現最後468號大法官宣告 這種差別大運是何限 那麼各位你們對照一下 他跟340號解釋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340號解釋這個是參選國會議員 有政黨推薦就繳納半數的保證金 無政黨推薦就要繳納全的保證金 而468號解釋是參選總統副總統 有政黨的推薦基本上就是繳納保證金就夠了 可是你如果沒有政黨的推薦 除了繳納保證金 你還必須要去找到一定人數的公民連署才可以 可是大法官在這裡卻認為這是合理的 他並不認為說他是違憲的 那麼他的理由我們再來看一次 那麼他說各位你們看一下 這個規定是旨在採權連署制度 以表達被連署人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支持 藉與政黨這些候選制要件相平衡 並防止人民任意參選總統或總統的競選 耗費社會資源 所以在合理的範圍內 所謂的適當的規範 尚人認為這個是對被選舉參選 對於總統或總統是被選舉權為不必要之限制 跟平等也沒有違背 這是他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這一點都你們認為 大法官的這個解釋合理不合理 就是他擔心說你如果隨隨便便的人 你就會參選總統或總統 他們認為這是耗費社會資源 所以你必須要有起碼的一定人數的支持 你才能夠參選 所以他認為說這個是為了表達被連署人 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支持 防止人民任意參選 耗費社會資源 所以他想說這是一個合理的要求 那麼這一號解釋 468號解釋 在學者的評估也是兩極 有的學者是支持這一個解釋 那麼也有人是批評這一個解釋 各位可以來比較一下他跟剛剛我們所看的這一個 就是跟國會議員這兩個 各位可以來做比較 其實總統、副總統的那個參選 有的國家的限制有時候是更嚴格 他要拿到的那個連署人數的支持 就像韓國呢 他也是有不同的道 他們就是大概相當我們的縣 那麼韓國呢 他的地域觀念相當嚴重 所以你如果是來自於韓國 那個朝鮮半島西南部的那個百姬 古代的那個百姬 就是現在的光州 那麼這個大概百姬出生的候選人 大概都只有百姬那邊才會支持 那你如果是那個 那個辛羅 大概就是右邊 那麼這個他們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百姬辛羅這個都是互相敵視 所以就是為了這個 他們也曾經就是在他們的總統的參選 也是希望說這個候選人 就希望說你不要只是獲得 某一個道的那個候選人的支持 他希望說這個參選基本上 能夠在全國各個道 有一個起碼的一定程度的那個支持 這樣的話你出來參選 那麼這個就是他們的那個立法的目的 不過這個我只能夠說 這可能是每一個國家 有他們一個歷史的一個背景 有他們特殊的一個考量 那麼在台灣我們真的是不是 我們信了我們法律沒有這個規定 我們法律沒有規定說 你一定要在各個縣一定要獲得 那這個最低的那個其他以上的那個參選人 這個連署才可以 我們畢竟沒有這個要求 所以可能有的人他拿到的那個 連署支持可能主要都是集中在台北市 那可能有的人 他可能主要集中在南北也有可能 不過我們的法律並沒有這麼限制 好吧 那這個我就在這裡不做一個價值判斷 那麼就讓各位自己去看看這個468 他認為這個是合理 那麼這個到底各位的看法 就是你們自己來評價 那麼通常獨立的參選人 如果他的那個政治的實力比較堅強 那麼通常他就不會去計較 通常一定會獲得那個足夠的成數 如果他的政治實力比較弱 那麼對他們的確是比較不利 好我們接著再來看另外一個新的一個爭議 也是跟參選人有關 我們剛剛所提的都是涉及到候選人 就是你要參選那個候選人的一個候選資格的差別大義 那麼我們現在呢 改從那個選舉人 就有投票權的 從那個投票權的差別大義 從這個畫面來看 這個投票權 應該我們可以說這個就是 我們要稱為這個選舉權 投票權就是選舉權的差別大義 那麼剛剛所提的那個參選 那麼這個我們對方稱為這個是 被選舉權 目前各國的法律對選舉權的規定 基本上通常差別大義幾乎是只有一個情形 它會被允許 這個以連領可以作為差別大義的標準 就像台灣也是以20歲為差別大義的標準 所以20歲以下沒有選舉權 20歲以上有選舉權 那麼這一個被認為連領是合理的一個差別大義 那當然到底是幾歲才合理不合理 這目前有爭議 台灣目前是20歲 那有人希望說能夠修憲 把他降為18 這就因為目前是20歲 所以各位你們都是大學生 你們大概有一半的人是有選舉權的一半 就是大一大二還不到20歲 大三大四可能就滿20歲 就是會有不同的一個情形 那麼到目前為止 在台灣還沒有任何大學生 大一大二還沒有人去向大學官去聲明解釋 去挑戰那一個20歲有沒有違憲 那麼的確我過誇張就說 大部分的西方國家他們都是18歲 那麼台灣20歲是比較罕見 那麼問題就是說 台灣你要叫大法官要來宣告20歲說違憲 所以這個也是理論上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不可能 因為我們的20歲是規定在憲法的本文裡面 是自憲者他當時在1947年 他自憲者就以前是規定 中華民國人民的年滿20歲 就是有選舉權 所以如果有18歲的人 聖經解釋 你這種大法官有沒有可能 我宣告憲法違憲 這個邏輯上就不可能 但是呢 如果是修憲 就是說由我們國會透過修憲程序 所制定的那個徵修條文 那麼這個是大法官是可以審查的 也就是說大法官只是不能夠去審 那個原始的憲法條文 但是對於修憲條文 有沒有違憲這個大法官是可以審的 那麼大法官為什麼可以審呢 就只是因為修憲 被認為這個是有界憲法 就是修改憲法不能夠違背憲法的一些基本憲法 所以我們現在呢就是要跟大家來看 721要解釋 這個也是涉及到 對於修憲條文有沒有違憲能力的審查 另外呢也會涉及到 投票權的這一個平等的問題 法律對選舉權的那個差別大意 他大致上呢就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麼也是爭議比較大的 那基本上就是一人一票 這個是目前已經沒有問題 在人類的歷史上呢 一人一票並不是想當然了 不是像現在的那種 但是認為是想上就是一人一票 過去的歷史 有投票的人有可能只限於貴族 就是說在封建國家大概就是貴族階級 公喉婆子男 我等等這個什麼樣的計算 他才可以有投票權 那麼另外也有一段時間呢 是規定要有恆產的人 有一定財產有納稅的人才有投票權 那沒有財產沒有納稅人就沒有投票權 那甚至呢在人類的歷史上 只有男子有投票權 女性沒有投票權 那麼這一個課要知道說 即使是在西方國家 女性有投票權的這個 很多都是到了二次大戰以後才有 所以女性的這個 女藍平等這種努力呢 是一直要到二次大戰以後才達到她的目標 甚至大家都知道是一個老牌的民主國家 瑞士 瑞士女性的投票權 是一直到1970年還是80年代 1970年代才有女性才有投票權 那這個是一個這種發展 這個是跟每一個國家他的那個歷史傳統 跟包補的這個是不一樣 那麼我們的這個選舉呢 其實在台灣的選舉就是一人一票 那麼是不分女性 那不分其他的 或什麼這個他的學歷啊 或是有沒有納稅這個是不一樣 那麼有的過距率上市 有的國家就是說是一人兩票 他一直講就是說呢 一般他們說成為一人一票 可是呢只要你是 你納稅納得比較多 那麼你可以投比較多的票 這個也有這種設計 所以人類的歷史 對投票的那個發展其實是蠻多元的 那這個到了二次大戰以後呢 目前一人一票這個是已經是沒有問題 在台灣這個是OK的 可是選舉權的評分出了一人一票以外 基本上還有一個要求叫做票票本子 每一個人投的那一票他的那個價值 因為這上是必須一樣的 那如果我投了一票沒有價值 你的投了一票有價值 或者你的價值比較高 你的含金量比較高 那我的價值就是 含銀、含銅、含鐵 那這個也被證明說這是不公平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來判斷這種 怎麼停車算是票票等值 如果票票不等值 但是這個票票等值是不是絕對的呢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721號解釋 這就是一個對票票等值問題的一個爭議 那麼這個爭議呢 是涉及到我們的徵修條文 就是透過修憲程序 那麼這個條文是規定的那一個不分區 就是說那個不分區的這個各個政黨 那麼不分區的那個名單 那麼它是有一個門檻 是要求每一個政黨 它所獲得的那個第二票 也就是那個不分區的那個選票 它必須至少要達到5%的門檻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政黨它才能夠去分配到不分區的席次 所以如果說有一個黨 就像這一次有幾個黨 它就沒有達到5% 就沒有分配到席次 就像比較本土派的台聯黨 那麼它就沒有到達5% 結果我忘了 台聯大概都是1%還是2% 那麼另外一個比較統一派的 就是中國新黨 那麼它也沒有拿到超過5% 好像是2%或3% 那麼這一次的這個國會議的距離 有超越門檻能夠分配到席次的 就是民進黨、國民黨 還有時代力量 那麼還有親民黨 那麼其他的小黨 基本上呢 就都沒有辦法達到5% 但是這種5%的這個門檻 它的意義是什麼 那就表示說 如果我這個政黨票 以那個投票權者的一個觀點 如果我是投給國民黨跟民進黨 那麼我那一個票是有價值的 就是說它是count 它可以算 可是如果我投了政黨 是投給台聯 投給新黨 結果呢 結果呢 是因為它沒有辦法達到5%的門檻 結果分配不到其次 那就表示說 我投給那一個 台聯跟新的那個票 就是變成是無效票 就沒有意義了 那沒有意義就是說呢 從人民的觀點 就是說我投了每一個票 我都希望說能夠被算是有效的 有意義的 可是結果就是因為我投給新黨 投給台聯的票是因為這個政黨 總數沒有拿到5%以上 結果沒有辦法分配到任何其次 結果那一票是浪費掉的 那這個大部分的確 這個是對於那個投票權的人 也就是說對這個有選舉權的這個選民 這個他就認同說 這個有沒有違反票票感知 所以這個就引起這個爭議 那這個因此呢 這個就到了大和這邊來 那也剛好 我們那個5%的門檻 他並不是規定在我們的原始的憲法條文 是規定在這一個徵修條文 而修憲呢 就是說不能夠違背自由民主的 基本的憲政秩序 而像這個選舉的平等 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原理原則 一個基本的一個精神 所以這個大法官就可以審 他可以來審這個 來自我門檻有沒有違背這一個票票等值的 是一個平等的要求 結果大法官在721解釋檢果就宣告這個是核線的 也就認為說5%的門檻並不違憲 那麼他的目的 他說雖然有選票不等值的現象 為其目的在避免小黨林立 政黨體系的零碎化 影響國會議事運作的效率 妨礙行政立法互動關係的順暢 結果他這樣說 這個就是跟剛剛 跟那個340 立晚墓第4年上是類似的 另外呢 這個規定另外被挑戰就是說 拿到5%的門檻成功後面選票 這個是不是對於小黨不公平 那麼這個小黨在這裡 從小黨的立場觸發來看 這個5%的門檻有沒有合不平等 那麼這個就不是從票票等值的觀點 而是從那個被選舉權 就是政黨他去參選的公平與否 就可以回到這裡來觀察 的確這個百元柱的門檻 對於小黨 尤其是對於新興的小黨 是比較不利 所以我們有很多小黨 他其實已經 我覺得他的訴求 他的意識形態 我覺得都非常好 可是那就是 已經十多年來的努力 從來沒有拿 沒有超越過百分之五 就像綠黨 綠黨他的訴求 他的環境正義 這是一個很多進步的公民 還有很多年輕的選民 大家都支持 可是他已經混鬥了那麼多年 從來沒有超過百分之五 到目前為止 綠黨從來沒有在我們的立法院 拿到過任何席次 那麼像這樣對綠黨公平不公平 那麼對於這一次的大選 也成立了一個新的政黨 這是我們社會系的老師 范源 他成立了社會民主黨 這個也是獲得大家的一個支持者 認為說他的訴求 那麼他的這個社會民主主義的 黨的這種意識形態 其實這個很多年都支持 可是後來發現這個是雷神大 很小 結果後來他也沒有超越百分之五 所以這個是說這種百分之五的門檻 是挺高了一點 對於小黨是不是不公平 但這一點大法官也認為 這個是OK的 沒有問題 這是這裡要說的 何況官司近年立法委員 政黨比例代表部分選舉的結果 並未完全剝奪 兩大黨以外政黨 霍選是可能性 所以他舉的例子 其實就是舉了 過去就是台聯黨 台聯黨就在上一次的國民選舉 他曾經拿到高達百分之九 百分之九的那個政黨票 所以也分配到幾次 那麼親民黨也都拿到 過西次 所以大法官就認為 他並沒有圖後兩大黨 他意思就是說 你小黨如果你努力的話 或者說你的這個黨章 你的訴求 如果是真的能夠獲得許民支持 還是有機會的 有機會 的確就像這次 就是時代一樣 他才當一個新鮮的政黨 他馬上就拿到超越百分之五的選票 那只是社會民主黨 就是兩個應該被這種 當時時代一樣 和社會民主黨 算是那個卵生出來的 從一個團體分裂出來的 結果就一個拿到百分之五以上 一個失敗 不過大法官就認為說 雖然這個百分之五有這個規定 好像是對小黨不利 可是從事實的觀點來看 也發現他並沒有完全剝奪 兩大黨以外政黨 我覺得有可能性 所以最後他就認為 他這種規定 無損於民主共和國 與國民主權的紀念原則實現 並沒有變動選舉權 跟平等權的核心內涵 所以最後就認為這個是核心 從那個比較法的觀點 也是從台灣跟其他的國家 有這一個不分區 也就是有政黨票設計的這些國家 他們的門檻 如果做比較的話 其實整體而已可以發現 百分之五是偏高的 有的國家也有那個門檻的設計 可是有國家的門檻設計是百分之二 也有國家設計的門檻是百分之三 那麼百分之五的門檻是德國的規定 那麼我們當時在修憲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受到德國的影響 那當然就是剩百分之五的這個門檻 那當時這個修憲最主要的就是 一定都是兩大黨去聯手修憲 所以兩大黨聯手修憲的話 就修出一個 他當然就是要去找一個門檻比較高的 一個立法力來參考 基本上看中了德國 德國可以說比較法上的能量是最高的 所以他就選百分之五 那現在當然你要說他有私心嗎 當然是有私心 他選的百分之五 其實就是要來扼殺那個小黨的空間 所以小黨除非就是說 我真的是有明星駐政 那麼這個才有可能超越百分之五 那如果沒有明星的話 通常是可能是會比較困難的 前民黨的明星是誰呢 就是宋祖 所以前民黨這一次他還是勉強 他有超過百分之五 那麼時代力量的明星 就是黃國昌 所以他也超過百分之五 那社會民主黨的明星其實是半年 可是他可能沒有那麼像黃國昌那麼的閃亮發光吧 好吧 總之大法官就是認為 這一個百分之五的門檻基本上他認為是OK的 那如果我是修憲者的話呢 那我會認為說百分之五太高了 基本上我認為說應該台灣 我認為說是有幾乎應該可以降到百分之三 那我認為說這個應該是合理的 不過這個都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標準 有各種不同的計算公式 那這個最後其實可以說是沒有什麼絕對的對錯 只要大法官認為百分之五是OK的 那麼你要下降到百分之四、三、二 那麼這個就是看你的編號 你如果同情小黨 希望說台灣這樣能夠有更多元的聲音 能夠進入國會 那麼這個時候你就會希望說 我們能夠降低那個門檻 那你如果還是這麼說 希望國會裡面的政黨越少越好 那麼你可能就會朝這個門檻可以高一點 但是我相信就是說門檻如果高到一定程度 我認為會違憲 那麼大法官認為門檻是百分之五 他認為是合憲 我認為說門檻百分之五 是我目前看到的 是門檻最高的 那大法官認為是合憲 那如果萬一哪一天 如果國會他又要修改我們的憲法 他要把門檻提高到百分之六、百分之七、八、九、十 那麼這個會不會違憲呢 如果我是大法官的話 我認為很有可能會被宣告違憲 那這個可能就是說 尋到違憲處就是說 對小黨違背 就是說侵犯到小黨的 那個被選舉權的平等 那麼也會侵犯到選民 他的那個票票等值 的這個違反平等 這個問題 那麼我在這裡有一個就是比較 這個是德國聯邦憲華法院的判決 謝謝 德國就是我剛剛跟大家介紹過 德國就是他們的選舉法一樣就是規定 那個政黨票就是要超過百分之五 才能夠分配到席次 那麼這個 安住的席次的確很高 所以在德國也是 小黨也是挑戰這個百分之五門檻的核限性 最後他們是向聯邦憲華法院最後提起訴訟 可是最後聯邦憲華法院他的判決 他還是認為這個是核限的 他的理由就跟我們727一樣 他的理由就是說 避免國會裡面小黨聯力 政黨體系的零碎化 影響國會議事運作的效率 妨礙行政跟立法的互動的順暫 那麼這個判決的理由幾乎 就是兩者721號解釋 跟德國聯邦憲華法院1963年的 這一個判決基本上可以說相當近似 那誰比較先呢 那當然是德國比較先1963 我們這個721就是最近幾年的事 所以據說721號的這個理由書 有可能是受到對國的這個影響 可以說是超大的 好吧 那這個到目前為止 我要跟大家講就是 參政權就是可以分為 在選舉權方面的差別大一 或者是被選舉權的差別大一 那麼這個721就是涉及到選舉權的差別大一 那麼剛剛講的290340468 就是涉及到被選舉權 也就是參選的差別大一 目前大尾功的解釋 會涉及到跟選舉平等有關的證明 當然上次就是這幾號解釋 但是台灣跟選舉的公平與否 其實爭議還有 只是說他還大法官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表態 我們現在來舉一個 我們目前的現狀各位來思考一下 我們憲法徵修條文規定 我們憲法徵修條文規定 每這個每縣市至少要選出一名立法委員 結果造成一個很詭異的一個現象 就是離島可以7000人就選出一席 就像說馬祖 就連江縣 胡建省連江縣 我們還有胡建省 他上面就是7000人 他就可以選出一席立法委員 那這個金門又會高一點 幾萬人 可是大概就兩、三萬人 可以選出一個立委 可是呢 如果回到台灣本島 台灣本島的那個設計呢 結果就是會變成了 就比方桃園縣 或是宜蘭縣 宜蘭縣大概是選出兩席等等 但就是因為這一個本島 那一個縣的人口比較多 所以結果就是變成是呢 可能是本島的區域立委選舉 可能是20萬到30萬的選民 才能夠選出一席立委 那麼這個就會造成一個票票不等值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 離島的選民的那一票 價值很高 他是七千分之一 可是在本島的縣 某一個縣、縣民 他們這一個票 可能他們票的那個價值 三十萬分之一 所以說 如果馬祖、金門或是澎湖 他選民裡頭的那一個票 含金量很高 那如果你是宜蘭或桃園的這個選民 你現在就是說 你那一票價值就很低 可能就是 含銅、含鐵、含金 那這樣的話 各位你們認為 如果你是本島的 你是桃園的選民 那你認為這個公平嗎 這樣的話 你會不會希望說 我們應該要增加這個 我們這個縣 他選出來的那個立委的席次 那這個是一個有正義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因為 他涉及的就是說 我們的徵修條文的規定 我們縣完徵修條文的規定 把立委的人數就明定 就把它電死 我們的立委 113 113是縣法已經把它電死 但是縣法另外又規定 每一個縣是至少你要選出一人 所以說在113的總額 等到每一個縣至少要選出一席 在這種已經給定的條件之下 我們的選法法可以去設計 到底那個選區怎麼去發分 那麼怎麼樣的選區 多少人可以選一席 只有可以在這種條件之下去發分 但並且因為它是規定在政間條文 所以理論上它是可以 大法官是可以審的 所以這個問題呢 同樣也是在向大法官 聲譴解釋的範圍 可是在7212解釋呢 我這裡寫 721高掛免贈牌 也就是說大法官他在7212解釋的時候 他避開了這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那麼他有各種不同的理由 又可以說出一套道理 說這個不在本號解釋的範圍 或說這個申請人 但申請人解釋呢 這個並不合乎規定 所以他就沒有針對這一個問題呢 去表達意見 那麼各位你們認為這種票票不等值 就是離島每一個縣他們投的每一個票價值比較高 那麼本島縣市的選民投的那個票價值比較低 各位如果 因為這個大法官並沒有表示意見 如果你們是大法官 你們會認為說這個有沒有違反平等 你們可以下個時間知道一下這個問題 那麼我現在就是要跟大家說明了 這個全世界大概是很少國家 對於那一個區域的國會議員的選舉 到底選區的劃分 到底是每一個選區到底都是一定要剛剛好多少人選出一席 是不是每一個選區都必須要剛剛好一樣 那這個實際上就是說不可能完全一樣 一定會有一些差距 所以說問題只是說這種差距到底我們能夠容忍的範圍到底多大 就像我們目前的差距就是說 7000個人能夠選出一席 這個可以說是它的那個含金量最高的 含金量最低的可能在台灣是30萬人選出一席 那麼這個差距其實可以說是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這種落差基本上被認為一定會有落差 只是希望說這個落差不要過大 那如果你有那個落差被提出質疑的時候 那麼原則上立法者他有義務要來舉證 要來說服大家就是說為什麼我做出這種設計 那麼每一個國家大概目前都有類似的這種挑戰 對於這種落差有沒有構成違反票票等值 但是日本也有很多案例呢 爭執都到了他們的最高法院 那麼德國也有那個爭執 日本呢 日本呢他要求很嚴格 他要求高低差不能夠超過兩倍 所以就是說呢 每一個想說某一個縣 日本就是縣 某一個縣到底 他們這個縣到底最後就是多少個人選出一席國會議員 也就是那一個可以說它的那個價值 这种最高跟最低的落差 他是说不能够超过两倍 那么在德国他是要求 每一个选区应选人额 除选区人口的平均数 不能够超过15%上下 无论如何不能够超过25% 总之就是大致上 我只能够跟大家讲 不管是用德国的标准 或日本的标准 台湾目前这种7000个人选区 跟20万选区 这个说真的是 在比较法上 几乎很少看到 有落差那么大的设计 所以你先想看 就等于是 我的一票的价值是7000分之一 跟另外一个 说我的一票就是30万分之一 这种差距确实是很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法官如果要来审 那这个时候的确就是 必须由国会议员 这大概我们立法院 他必须要付举证责任 我不敢说这个绝对是会违审 但是必须要有一个正当的一个理由 只是说我们的理由 是不是真的 他能够正当到 可以容许那种悬殊的差距吗 我们正确调码 之所以会规定 每一个县是至少一人 他当时基本上就是希望说 能够让每一个县的那个 县选择国务员 就是说每一个县都有一个代表 能够代表这个县的利益 能够到中央的国会 会去帮他们发出声音 那这个也其实是 还算是OK的 就是偏偏这台湾就是说 很有趣的就是说 我们偏偏就是有福建 有两个县 就是金门县跟连江县 而这两个就是人口都很少 而也被设为县 最主要的会出现差距 其实就是会被认为说 这个就是金门跟 金门跟马祖 那你如果加起来 盆湖也是有类似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大家就认为说 那这样我们有没有必要 就是说为了金门、马祖、盆湖 那么来就是说 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国会议员 能够送出国会议员到国会 能够去捍卫盆湖 他这个县的利益 能够来捍卫金门 捍卫马祖 希望说我这个利益 能够反映在这一个立法院 那么这是当初他的一个立法目的 只是说这个立法目的 我们真的是可以容许 这种差距到七千分之一 一直到三十万分之一 那么这个就需要 各位你们可以 我们也在这里做开放 那么这到底你们认为这个公平 不公平 不公平 那么这个是各位可以进入来看看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这一种漂漂等值 基本上是不可能百分之百漂漂等值 一定会有落差 只是说这个落差的那个合理性 你可以容许容者的范围到底是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那么另外呢 我也要跟大家讲 在参政权 不管是选举 或被选举选的那个平等的这个问题 通常是会严格审查 所以用比较严格的标准 比较严格的标准就是说 你的目的必须是核县 那么像这个台湾的这个目前的规定 就是希望说 让每一个县都有那个声音 在这个立法院 你们认为说这个目的 是不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目的呢 那如果各位认为是 然后再来看 是不是一定要让这个县 非要这个县一定刚好由我这个县名 你选出来的才能够代表那个利益吗 才能够代表那声音吗 解决说 有没有可能就是金门马祖合并 那么选出一席立委 那么虽然最后可能就是说 金门的人数比较多 马祖的人比较少 那可能最后或许选出来大概就是金门人 那这样你会不会怀疑说 那这样我金门选出代表 他真的是会去反映那个马祖的这个利益吗 那这个有人也会在这里会担心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判断的这一个的这个案子 不过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必须要思考国会议员的意义 各位你们认为呢 每一个区域选出的国会议员 他到立法院去担任这个立法委员 你们认为他是代表全国人民 还是代表他的选民 他的这个选区的选民 这个又是一个宪法的议题 那么我要跟大家讲 目前的通缩多数意见认为 你是家喻选出来的立委 其实你还是代表 全部两千三百万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国民 就是所有的全国人民的意志 而不只是代表嘉义的这个选区的选民的意志 所以即使你是马祖选出来的代表 你一样你是代表两千三百万的中华民国国民的这一个全体的意志 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除非说在一个联邦的国家 联邦国他们通常他们的国会不能上下院 可能上议院是代表的是他的每一个州或每一个邦的利益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在参议院可能就是说 这一个邦选出的代表 他的确就是要来反映这个邦的利益 他不是代表全国 但是下议院就一定是代表全国人民 那么但是台湾我们并不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所以我直接要强调 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 你也必须思考看看就是说 即使你是澎湖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你在立法院你在表决在讨论 你还是一样是应该要着远你全国的利益 而不是说只是为了要代表 那一个你那个县的这个利益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你看全国跟看地方 那可能会影响到你在国会里面你的发言 你在国会里面你的表决 可是呢在整个的县法的设计 我们是要求你这个国会议员 你是代表全国的利益 而不只是代表你那个区选出的利益 好吧 那这个都是值得大家去发脑筋去思考的问题 总之呢这个飘飘等值问题 在台湾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一个 就是飘飘不等值 7000个人可以选出一席利益 跟30万个人选出一席利益 之间反应那不公平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核心不核心 并没有还没有机会获得最终的解决 好吧 我们关于参政权领域的差别大意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我们现在呢这个 在switch到另外一个领域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以生理的缺陷 为差别大意的标准 我们现在要看大法官的626号解释 这个解释是在两千年七年做成的 这差不多九年前 先口头跟大家说明一下他的这一个背景 就是有一个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 他当时是在司法院的某一个单位任职 那么他要报考那个大学的那个法律研究所的硕士班 那么他最后就考了很多学校的那个法律研究所 最后呢就是录取的检查大学法律研究所的第一次 那就是第一次就是彼士 可是呢这个检查大学 他招收学生的一个目标呢 他是希望也能够培养检查人才 希望说那一个人也有资格担任检查 那么他担任检查当然就是他有很多条件 比如说你要体身体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要求 那么他所以就是规定 你第一次及格之后你要去口试 以前他要求说你一定要付一个体检的那个及格的证明 那么检查大学他就有一些那个体格检查的要求 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不能够有射盲 你如果是射盲的话呢 你就不能够报考第二次 那么这一位检查人他就是他本来也不知道说他是射盲 那结果呢他第一次录取之后 那么他要去报考第二次的时候 他就要先去医院做体检 结果体检出来就是发现说他有一定程度的射盲 那么根据他的一个说明 就是他的射盲被证 我说是属比较清楚是弱 大概是射弱 但是这个警察大学他要求的那个标准 就是说都不能够有射盲的这一个情形 有射盲的情形 那么他就说就不能够再去参加第二次 所以结果这一位申请者呢 他就因为体检出来的结果被检查是射盲 所以就丧失了这一个报考资格 那么他就很生气 认为他被歧视了 那么这个要求其实是规定在中央检查大学 他的那个硕士班 这就是说他的招生检查的规定 那么他的规定就是说射盲你就不能够报考第二次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指的就是说是我们的公权力 他对于那一个要不要报考警察大学是以有没有射盲作为差别待遇的标准 如果是射盲的话他就不能够报考警察大学 那如果不是射盲那么这个就可以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那么台湾目前类似的这个其实是还有很多 如果我们都可以有机会再来讨论 那么就像我们上次好像也有问大家 就是说射盲可不可以报考医科 如果哪个学校他的医学系 他一样一开始就是说这个医科就不可以 那当然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视觉障碍 盲人可不可以报考医生 如果他的医科他一开始就是说要体检 或者是如果你是有肢体的障碍 那你可不可以 那这个有各种不同的那个要求 那这个到底合理不合理 那么现在就是说大罗官在这个案子 他就必须要审查 警察大学他限制射盲不能够报考警大 合理不合理 我们现在看那个警察大学他的说辞 为什么他要射这一个 这各位看这一段从这里开始 警大因为兼具培养警察专门人才 研究高深警察学术的双种任务 齐齐学生毕业后均能投入警戒 为国家社会治安投入信力 并在警察工作中运用所协 将理论与实物结合 若学生入学接受警察教育 却未能升任警察治安等实务工作 将与警大的社校宗旨 这一个不符合 所以为了上开社校宗旨的达成 及教育资源的有效运用 乃以无社盲为入学条件之一 预先排除不适合担任警察之人 那么这个就是内政部警政所 还有警察大学他们的一个说辞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警察大学跟一般的文学校不一样 一般文学校我们的主管机关 我们的主管机关是教育部 可是警察大学他的主管机关 他是双主管 他又受到教育部管 另外他又受到内政部警政署所管 那么甚至警察大学的宗旨 的确就成如他们的说明 他们就是为了要培养警察人才 所以他是希望以后读警察大学的人 都能够投入警戒担任警察 所以他是认为社盲是不适合担任警察 既然你社盲不适合担任警察 那他就说那你就干脆一开始 你就没有资格读警校 因为我警校就是在培养警察 既然你的身体的状况是不适合担任警察 那你就没有读警校资格 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思考 可是这个案子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警察大学 他的那个又分为公费生跟一般生 公费生就是说你如果读了警大之后 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担任警察 你如果不担任警察的话 那么他的公费就要吐出来 然后一般生呢 他就不是拿公费 他是自费 那现在这一位申请人他就是自费生 那自费生基本上就是根据那个警大的规定 他就不能够强迫这些自费生 以后担任警察 并且我要跟大家强调 你担任警察 并不是说我警察大学毕业 我就一定要担任 一定能够担任警察 他还必须经过公务员考试 就是警察人员的一个考试 所以要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警察 就是说你还是必须要经过国家考试 那通常公费生 基本上就是说你警察大学毕业以后 你就是拿公费 你如果以后没有担任检察的话 你那个四年的公费全部都要缴盘国家 那当然你也必须要考国家考试 所以通常都会考及格 万一你的程度真的是太差了 一考再考都考不上 那结果你就不能够担任检察 因为你没有考上 那最后你还是必须要把四年的公费 还是要缴盘给国家 那么一般生呢 他就是说他没有义务去担任检察 也就是他也没有义务去报考 可是公费生是有义务要去报考 警察的国家考试 那么一般生是没有那个义务 就是说你没有义务去考 你考了也不一定能够考上 可是即使如此 根据警察大学的说辞 他们也认为说我还是鼓励 我还是希望这些一般生 要来这一个报考 这一个警察 他还是期待 我虽然不能够强制你考 可是我还是期待你来考 那么他的目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一般生的设计呢 根据警察大学说 他是希望说让他的那个学生的来眼 能够多元一点 希望说能够透过一般生能够遭到素质 比较高的那个同学 他成绩比较好 他愿意来就读警察 那么愿意来这个以后来担任警察 这是他当时就是在有公费生以外 后来又设计那个一般生 那么我们这一位申请人 当事上纪人就是认为说 我是一般生啊 他说我没有那个义务 要去担任检查 既然我没有医务担任检查 即使你认为我色盲不适合担任检查 可是你也不能够因此就排除我 就读警校的资格 因为他说我没有医务要去报考 报考这个检查 并且我又不是拿公费 所以最后就是说 各位你们看看 这个到底现在他的检大的 一开始的设计 就是说有色盲 就是因为说你有色盲 是没有资格已经不适合担任检查 那当然他就不希望说你来读我检校 所以这个到底是 这种差别待遇到底是合理不合理 那么各位你们的看法呢 事实上的确如果我是警察的主管 我会认为说其实人有好几种不同的天赋 所以即使呢 比方说如果警察他要 其实是一个刑事警察 我要办案 那如果我事先知道说这个人是色盲 可是他也有可能色盲者 他也有其他的一些办案的一些天赋 所以如果说只因为他是色盲 如果调出去外勤 那怕他会红灯把他看成绿灯 就指挥交通结果就造成车祸 那我就把他调整内警 让他担任那一个其他的 比方说刑事的担任 还有其他很多工作是可以不需要辨识颜色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的很多天路是值得我们 检查的任务的需要 只因为他有一个特征不适合担任检查 我们就把他排除 这个反而是对检查能够遭受更多的人才 其实基本上的确是不利的 所以从这个观点我们是认为说 在这意思就是说 应该有义务要做一个调整 你让他这一个 虽然我有这个生理上的缺陷 那么你就把他的工作做一个 适当的这一个调整 那么就可以 所以这个大法官的这种看法 最后大法官认为这是核心的 也的确也是被很多人批评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申请人 总之他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当检查 也就是他只是希望说利用去报考 警察在读一个硕士 考法官 考检查根本不是 当检查根本不是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只是希望说 我要读一个硕士 是这样子 总之这个大法官最后就是宣告这个是 这是核心的 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建于色盲 不是人力所能够控制的生理缺陷 并且这个差别对待 设起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 是宣法明文保障的事项 所以他最后就是要求说 这个要做一个较严格的审查 也就是中度审查 可是最后他的结论还是认为是核心的 他说应该是其所欲达成的目的 生活属重要的公共利益 还有他的分类标准及差别带的手段 跟目的达成之间 是不是有一个实质的关联 那么他最后之所以会认为核心 最主要就是认为 他认为是要警察的工作 随时要判断颜色 所以他是说细征招征减章的规定 排除涉盲者的入学资格 集中有限的教育资源 与培育适合担任检查的学生 自然为其与所欲达成之目的之间 欠接实质的这个关联 所以他认为这是有实质的关联 那他说即便这是一个一般生 那么这个一般生在校期间不享公会 可是也并且这个一般生也不互有 毕业后从事检查工作的义务 以致警大不保障 也不能够强制一般生从事检查工作 即使如此也不妨碍警大 他可以在尽可能还是一样可以追求 我设计到宗旨及有效运用教育资源之目的 能够去采取排除涉盲者入学的一个手段 也就是说大法官是认为 即使我没有办法强迫一般生去报告 可是我还是期待 如果你是有担任检查的那个起码的一个资格 那你再来读我的这个检校 这样我才能够集中资源 集中他的教育资源 来培养这个检查人才 所以最后就是大法官 因此就认为这个是核心 不过总之被批评 这要解释核心的最主要批评就是 就如同刚刚同学所讲的 即使警察有些工作是必须要辨识颜色 可是难道我们不能够调整色盲的人 即使让他也有机会去担任警察 只要让他的工作的内容 不需要辨识颜色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就可以调整 可是大法官在这里就没有去考虑到 说这个在这里是有工作调整的一个可能 那这个如果我们去思考到呢 这一个国家有调整工作内容的这一个 这种可能还有这个义务 那么我们可以说 可能这个规定会认为 这应该可能是会违宪的 所以这个有这种不同的一个思考 那么各位就是看看你们有 你们最后你们要采取什么一个看法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 这一个解释是公布在两千年七年 那么我们在2013年 我们签署的那个 神经障碍者全力保障公约 那么神经障碍者全力保障公约 他是要求就是说 对于神经障碍者 那么国家还有那个雇主有义务 那么我们可以去调整工作的内容 让神经障碍者能够 跟一般非神经障碍者 有一个平等的机会 能够呢 这一个去发挥他们的能力 那么去从事他们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合理的一个 合理的调整 就比方说 各种合理的调整 就比方说如果是一个听障者 听障者如果在我们的课堂上上课 那么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 台大就有义务 要替他做一个合理的调整 合理的调整可能就是要帮忙提供助天气啊 或等等 那么或者是如果有四藏者要来就读 那么学校也有意义要提供一些 比方说要提供那个有声书啊 或是点字的一些虎句 那么这样四藏者也能够有一个平等的机会 能够能够就询 那么如果是这一个解释做成 如果是在我们签署联德国 身心障碍者全力把这个公约之后 那么可能大法官对六二六二解释 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结论 可能会宣告它是违宪的 因为最主要我们要强调就是说 德国的身心障碍者全力把这个公约 他特别要求就是说 对身心障碍者有一个合理调整的一个义务 就是对他的工作内容 国家有一个合理调整 这合理调整就是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那就是合理调整 好吧 那这个现在我们讲的就是 目前我们唯一一号解释 就是涉及到我们的公权力 对人民以生理的缺陷作为差别的待遇标准 那么到目前为止就是有这一个解释 也就是说这个检大的这一个招中检章 它是以有没有涉盲来做差别待遇 并且这种差别待遇是都以涉盲者不利的差别待遇 那么在六二六当时做什么 大法官是认为这是合线的 那如果是以当今联合国生理障碍者权力公约的一个标准 那么他的结论可能会不一样 会认为这个是危险的 那么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合理调整 也就是如果能够达到合理调整的话 那么国家就不能够做差别待遇 可是如果调整 那么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的 那么可能这种排除可能就会被认为这个是合线 就像我们刚刚说 各位你们认为盲人 假设说 我现在是不知道 比方说医科 医科它是规定说 如果视觉障碍者 他就不能够报考医学系 你们认为说这个有没有违反平等 那你可以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调整 我不是很清楚 我们的医科 有没有哪一种专业的医 那个领域不管是什么眼科 或是内科等等 我们有没有哪一个科别 是可以合理的调整 让视障者也可以担任医生吗 好吧 总之就是要看一下 如果大家认为说 这个医生不管你是哪一个专业的这个领域 如果无论如何 那个视觉障碍者的确有客观上是不适合的 那这个时候即使你是加入了 联德国身心障碍者全力保护公约的这个思考考虑 那么如果还是没有办法 再怎么样的一个合理调整 国家怎么样协助提供护具 如果真的是盲人 他还是有困难 那么这可能就不适合担任 那内科我就不知道或是中医 精神科 精神科 就是有盲人的医生 就是有盲人的医生 OK OK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才听到 你说可以 他是有录取 就是盲人来读医科 然后最后是担任精神科的医生 所以你还说在美食疗养医科 不知道是算不算 对对 如果不是 如果一样 当精神科医生 一定要有医生拍照的 这一定就是 OK 那我们分得很细 这个是对 这个规定还算是蛮不仅是合理 我觉得对四藏者 是一个非常体贴的设计 好 我们现在再来进一步 我们可以在进一步大家来思考 是跟大法官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做过解释的一些问题 各位你们认为那个智能障碍者 或精神障碍者 他是不是有投票权 我们的选拔法是规定 中华民国的国民 年满二十岁 除受监护宣告尚未撤销者外 有选举权 所以在这里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受监护宣告的人 你是没有投票权的 而什么样的人是受监护宣告呢 这个受监护宣告过去的民法 是用另外一个字眼 叫做禁制产宣告 这个名词可能就更明显 就是有一些人是被宣告禁制产 禁制产意思就是说禁止你去治理自己的财产 那我们现在法律呢 现在目前是这么说这个规定 带有荣厚的歧视的意味 所以现在变成是受监护宣告 那么通常指的就是说 有些人他可能是精神障碍 或者是智能障碍 被认为他没有独立去从事财产行为 没有那个能力 以自己独立的意志呢 比方说去买东西啊 或者是去移转 比方说移转不动成等等之类的 那么像这个就是因为他的智力有障碍 所以担心就是说呢 如果他独立去从事一些财产的行为 那么会对他自己造成不利益 所以为了保护他 所以透过法律 我们就是说 我们目前民法的规定是由家事法庭的法官 然后他就是说来判断 经过医生的鉴定 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适合他的智能的能力 是不是有能力 能够自己处理自己的财产的能力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可以做一个监护 受监护的宣告 受到监护的宣告之后 他就不能够自己独立自己的财产了 那就需要有一个法定代理人 通常就是他的妇女 或配偶 那可是我们的选拔法就是规定 直接就是规定说 你只要受监护的宣告 你不能够独立处理自己的财产 任何人你只要被 有这种受到监护宣告 你就自动的 也就丧失了选举权 你们认为说这个合理不合理 有没有违反平等 有没有违反平等 是不是受监护宣告的人 就一定没有投票权 我们的立法者 所以那个规定 他的思考就是说 你任何人投票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正常的 一个健全的一个政治判断能力 你要知道说 可以判断说这个候选人 或这个政党 他到底他的 他的参选 到底他的主张是什么 怎么样是最好的 是最有利国家的 所以 然后是跟我的政治意志 是相契合的 然后我对他也是那个 所以我投给他 希望说大家投出的一票 都是一个透过 一个很健全的一个思考 那既然你已经是智能比较低 你不能够处理自己的财产 那么他就想当真 这么说 你就不能够 你没有那个足够的判断力 能够判断说我这一票 到底投出来了 到底是真的是一个 选选与能的这一个判断 你们认为一般二十岁以上 有投票的选的人 他的决定我要投给谁 真的是选选与能吗 可能是看他的脸蛋 或是有时候是看他的年纪 那么这个也都有可能 有时候就是看魅力而选 不一定是看他背后 他的那个主张是什么 不过这个其实是人性之常 所以说我们过来 各位就思考一下 那这样我们来限制 那一个禁制产人 受禁制宣告的人说 你没有投票权 你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正常的判断 那这样的话 你们认为说这个差别大概是个合理 我们下周再继续 我们下周再继续 我们下周再继续